嗨 朋友们 大家好 我因为一会儿就出去一会儿出去的 所以这个套戏我就不摘了 一会儿我就上菜园转一圈 我送这个菜呀 我就送我们这个菜园菜 我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 我的心思基本上都铺在这个菜园里了 种子没少买 各种各样的就是高科技那些东西 因为什么弄啊 咱没有经验第一次种 比方说我一开始拌那个土 我就不懂 我拿来养分人家说 你可别拿啥呀 去养分那个老百姓家 你少放怕烧苗 我怕烧苗啊 所以那个土里就撒点生石灰 撒点草木灰 基本上就是那么一大堆 就放那么一点点养分 所以底费非常非常的不足 我把东西种上了以后 这个东西就败涨 同样人家种的 人家那个土壤好嘛 松 人家里头就是 比那个粪啊 各种各样的成分 这一点都不缺 那咱们不知道啊 那个土的东西 好多好多元素 它都是缺乏的 只要缺乏 你本来就是那么大的小容器 那它能长呢 它肯定不长 你不像大地 咱们说大地啊 那个地 那个外面那个大地里 你撒点肥 因为它那个扎根的面积大嘛 吸收的营养也广泛 所以它就能长好 可这个小花粉 它局限太小了 如果是营养不够 如果每个微量元素缺乏 你这个苗根本都不长 而且呢 发黄 发弱 所以呢 你看一开始种的西瓜 西瓜甜瓜跟那个羊角蜜 买了多少苗啊 包括买的种子 我种的 疼得成功 看 又得病 卷咽 那个卷起来了 要么里头长的逆虫 逆虫我打点 打点 人家说小苏大也跟那个 跟那个醋啊 摻的一起打 打点呢 其实也不管用 还是你逆虫 现在这个逆虫 白粉饰 那个什么菜园 很多 所以这有些网友就在问我 他说你看 你菜园菜种的这么好 你是怎么种的 这个评论区啊 问我 我真的 真的没法回答 你说 我也没有经验告诉他们 我的唯一的经验 就是我失败的经验 就是呢 一开始的土壤里 搬的东西太少 底肥少 分没跟上 第一啊 土壤不松弛 这都是缺点 虽然你 撒点 草木灰和生殖灰 那东西太少了 太淡薄 微量 太那个就是 微不足道那点东西了 我 后来的没办法 我就追肥 我发现这个苗不长 我就开始追肥 追羊分 看那个 就那个 上面 下面我就使劲追羊分 追羊分 那时候 感觉到就是 幻苗就慢了 说实在的 这都是 我失败的经验 你看我苗长得好 你看我长 那个东西长 其实长得真不行 同样人家就是 我们同样买的苗 同样一块栽的 人家长得又重又大 而且那种感觉 就是 接的东西都不一样 所以 其实我挺失败的 我这个 种的挺失败的 我买了多少种子了 你说 我不说别的 到处都是 到处都是种子 你看这个种的 这个都没有出 怎么种它都不出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种了 种了多少遍 它都不出 嗯 这是 小油菜我也种了 哎 现在 这种完了以后 这个口啊 我随时随地 我给它封上的 你要不封上它 这个 这个籽就撒出来了 看我都这样封上它 你看 包子干军 这个 这个 这里 我都 说实在我都不知道 帮我买 人家说了怎么用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用 我都没用呢 到哪天我得用一用 你看 这是什么 这就多少钱 这是八十块钱 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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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素水溶水料 这是 元素 各种元素 不是说是咱们 种这个 我可 我可总结出来了啊 你光放羊分 各种各样的分 你放的再组也不行 因为这里头缺很多很多的元素 你缺了以后 要么苗黄 要么苗矮 要么苗不长 这里头 如果是你苗不好 它容易得各种各样疾病 招虫 但是我这天呢 没有招虫 现在就是发现要腻痛和白痴吃 你看 这是什么 微生物菌剂 这不都是吗 都是 这都老 这五十块钱 这八十块钱 这样不说别的了 你看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肥料 这是一种豆腹 我还有那么多呢 我现在都找不着了 我自己都找不着 买的就是 比方说 这是啥呀 这是吗 这有机肥 豆腹 就是 豆子 豆粕 为了这个东西 你看还有 这个也是 也是有机肥 也是豆粕之类的 你看这个 什么豆粕呢 大的小子 把它泡水 把它泡到水里 泡透里布 往苗上浇 然后都是买这一箱子 这是各种各样的 你看 这都有机肥 蔬菜的 这是小苏打 蔬菜的 这是农用小苏打 蔬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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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的 能用小苏打 那么多呢 都上哪去了 在这 在这儿吗 这是 土壤核化剂 哎呀 土壤核化剂得放 一会儿我多放点土壤核化剂 土壤核化剂 怎么就这一瓶呢 这一瓶呢 你看 朋友们 哎呀 真不看你们 哎呀 这笑 种子 所有的种子 还有呢 这是什么 这维生物菌剂 看 全是 看 全是种子 种子 各种各样的 你说我能种过来吗 我种不过来 我就愿意买呀 而且种子都不便宜 不合维生物菌剂 这是 这是 啊 园艺骨粉 我又下单了 看 全是种子 朋友们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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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在这个 这里头的 这 这生根粉 我买了 我一会也没用 这生根粉 我一会也没用 生菜 维生物菌剂 这都是种子 这个 这个 我第一年 没有经验 我在摸索 啊 今年呢 很多 嗯 是我 应该注意的 不断的总结经验的一年 我想 今年的 失败 就是明年的成功 嗯 没有实践 对吧 你是无法成功的 有些 有些东西你不能听别人说 啊 我就有问了 嗯 几个种菜特别好的 我就 问他们 我说呀 你们菜为什么种的这么好 我真的奇怪 人家种菜 种的怎么这么好呢 但是人家不告诉咱们 咱们自己怎么办呢 有自己摸索 呃 第一呢 咱们不可能用农药化肥 呃 农药 在我这里是杜绝的 化肥我也没用 其实 复合肥得用一些复合肥 因为复合肥里头有 很多很多就是 呃 这些元素 微量元素都在这个 复合肥里 它复合肥嘛 它各种各样 呃 好多的微量元素都融在一起了 你对你种菜有好处 你光是羊分鸡分 这个东西对菜都是 呃 没有 它缺很多东西 嗯 它不可能让你 那么完美 什么东西都提供给你 太单一了 啊 太单一 呃 所以 我给大家说 哎呀 什么叫纯绿色 科学 一定要科学 而且什么呢 啊 啊 我现在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会打农药 啊 你们交给我那些偏方 我用 用不了就失败 失败我也 我也不可能用在我自己的这个菜园里 我宁可让它 啊 不成功 我宁可让它 这个东西 不长 我也不放农药 啊 这就是我的原则 呃 小苏达 对这个对那个 你看这包子甘蓝 我种了那么多包子甘蓝 就是泡水泡完水以后浇一浇 这个 嗯 好多朋友 就问我 这个菜为什么长成这样 长这么好 给你们说 长得一点也不好 照 照别人比 差的 太远太远了 这都是有机肥 这豆粕 这豆粕 都是有机肥 全是有机肥 所以这个咱们这个 就比方说你养小鸡也一样 你养小鸡 你你拌那个饲料里头 你得放好多 有营养性的东西 你得不能缺蛋白质 你骨粉呢 鱼粉呢 豆粕呀 这个 给鸡拌尿水都不能少 你少了不行 你少了 太白涨啊 地也一样 庄稼也一样 哎 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我以前种花盆 我也种不好 我现在也没种好 所以说朋友们 不要误 误入这个渠图 误入这个渠图 就是费钱 我要是一年下来 就你想这花盆 这么大的容量 你把它施肥施力 再足 它有十天的生殖期的过程 它这营养就消耗光了 你又得给它补充 你不断的给它补充 这个各种各样的肥料 它这个东西才能长起来 就是你得给它吃饭 就和咱们一样的 你不吃饭能行吗 庄稼也一样 这么大的小东西 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的小范围 所以说呢 你时时刻刻 你又给它补充 补充 补充是什么 那都是 那不是钱吗 我在网上又买一百斤的羊分 刚下完单 一百块钱的 一百块钱的 那个羊分 能干啥呀 用不了 用不了几盆就没有了 所以 所以 我想给大家说什么呀 哦 这还有什么呢 你看 硫酸亚铁 都不能缺 你看我买的那么多硫酸亚铁 我还 你看 这么一大型 谁能用啊 醋花的 我的天 我能用万分之一啊 哈哈 你看 这一大瓶子 那个几亩地啊 这个地啊 我种这个地啊 就是一种兴趣爱好 一种娱乐 还有一种消磨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呢 给自己早点睡事做 每天清晨起来 一睁眼啊 就知道 我的小菜园 这样人过得比较充实 啊 因为咱不会打麻将 什么都不会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不是为了 吃菜也是一方面 咱能吃多些 对吧 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一种啊 一种 给自己 找一个 就是找一个 消磨时间的一个 一个地方 啊 打发时间的 啊 这么一个场所 也是兴趣爱好 也得到了满足 其实就这点事 哈哈 吃菜 你说咱花这些钱 那得吃多少菜呀 朋友们 是吧 你看这卫生物 紧记 光买 我到现在没用呢 啊 哎 行啊 看 这些东西 今天给大家 烙一烙 行了 今天就烙到这儿吧 今天就烙到这儿吧